創下這對大家來講 好 大家還是要問嘛 就算是這個有這樣的一個菌 它是怎麼來的呢 你不能讓我們大家 時不安心啊 這個時不安心的原因是 當然我們知道說 它是一個單因定點的個案 當時是事實嘛 對不對 沒有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可是大家心裡是毛毛的 我剛來的時候坐捷運 有幾個大姐 在那邊開始都很緊張的談了 炒飯還能吃嗎 因為炒飯是隔夜飯 對 炒飯 然後後面就講了腸粉 還不是核粉 腸粉呢 或什麼 大家心裡就不確定感 而這不確定感 因為這幾天 到底先前的時候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然後昨天告訴你是米酵氫酸 很清楚 很清楚之後 後面問了一個問題 臺灣不應該會有 是 然後好像也不會是一路的 因為他生命周期也沒那麼長 那上流廠商也沒問題 目前為止是沒問題 那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怎麼會憑空出現 物質不可能憑空出現 那沒有答案 那沒有答案 大家就心裡就更擔心了 那他怎麼會發生 是什麼樣的環境發生 什麼的狀況 所以現在檢調 要去查 對不對 那是形式 可是在食安方面 能不能有一個 有給大家非常信賴的答案 你怎麼樣的話 你確保米酵素酸 不會發生 可能是大家現在更需要的 所以就是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回來看這整個過程 那整個過程裡面 會讓人家覺得 其實國家是有力量的 先前的時候 先前的時候說 因為國內沒有任何的簡體 我們要去那個調 要怎麼樣 要兩週 哇 那聽到兩週 其實很多人都昏了 那這兩週 我要怎麼辦 這兩週要不要吃東西 那這兩週是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昨天晚上 八點半前開記者會 很多人還在討論說 你不是還說要兩週嗎 那八點半要講什麼呢 結果告訴你說 查到了 那這個時候就發現 這個問題了 國家之力 其實是足以排山倒海 只要你願意動 你願意動的話 張機有樣本 是 臺大法醫實驗室 可以幫你驗 馬上告訴你答案 所以其實就是碰到 這種事情的時候 國家之力 你到底在這個時候的危機感 對安定社會信賴指數 你有沒有辦法及時做到 這變成是第一個考驗 第一個啟示 所以碰到這種事情 其實國家之力 該動就要動 該動就要動之後 現在還有一件事情 就開始了通報 三天兩天 誰通報 誰通報 然後根據食安中毒 是六例以上才要通報 什麼的SOP 你扯一大堆 那對社會來講 你還是要問的是 大家要問的問題是 我安不安全 我怎樣吃是安全 我怎樣確保 我的冰箱裡面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 其實還是一樣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 待會我們會談到 臺志光 很多人會很疑問 這個單位 那個單位 這個弄來弄去 連臺志光 郝龍斌的主約 都有單一窗口 那為什麼 根據我們的安全 沒有單一窗口 所以其實現在 當然後面要去追究 很多細節 可是這個時候 我會建議的是 不是只有剪掉 去把所有的什麼 證物收走 現在大家care的是 為什麼那個環境會產生 是 那是不是應該有安全衛生 深化的專家 仔細的告訴我們 那個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你只有給了答案 大家心才會安 OK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我在節目中講 你很難想像 當你看到 就是受害者的家屬 直接出來講說 怎麼會是好好的一個人 這麼健康的一個人 還是在運動的人 那突然之間 只是去吃了一頓飯 過了一個禮拜以後 家人沒有了 你很難想像 那個追星刺骨之痛 那接下來就是 所有的民眾會面臨到 那個人心惶惶的問題 我昨天就講 政府最主要 我不管你叫中央官 叫地方官 先讓民眾安心 你不要讓大家連隔夜飯 不知道該怎麼吃 我們平常日常生活 會吃的東西 你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接下來更重要一點 就是這到底怎麼來的 那以後還會發生 這樣這樣的事情嗎 到底該注意哪一些 這又牽扯到另外一個 就過程當中 不管在中央或是地方 在過程 在處理上面 甚或在未來 到底怎麼樣能夠讓民眾安心 軍縣委 這就牽扯到剛剛講 包括從中央到地方 怎麼樣真是讓民眾的安心 那當然你講說這件事發生在臺北市 在臺北市的 也在百貨公司裡面的餐廳 可是在過程當中 現在中央地方 地方就告訴你 我也沒有延誤啊 我接到我就通報啦 那蔣官方昨天為什麼 昨天要到院會 因為中央有這些 包括能力去檢驗或什麼 他也希望中央地方 大家儘快把這件事情 能夠解決掉啊 其實在實安的把關 當然地方政府一定是第一線 因為所謂的分工合作 中央其實他定一個主要法規 但是真正執行的 就是說中央定一個大法規 那真正執行的當然一定在地方 然後你地方如果遇到困難 比如說超越你的技術 技術理解 那你需要資源 那你當然要上報中 那像這種中毒 而且出了人命 那不用說一定是往上報 尤其像什麼什麼米酵 米酵菌酸 這種東西以前從來沒有 聽都沒聽過 後來才瞭解 原來全臺灣唯一有樣本的 就在張機 去比對才證實 那這個地方政府 你沒有能力 沒有人會怪你 但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在第一時間來通報 等出了人命 你不通報 甚至於這家連鎖店 他有一家店已經關了 臺北市政府 也不知道 他到底這個保齡 照理講 他因為他是連鎖 第一時間 你應該就叫他全部要停止營業 那結果這家店 連他開了幾家 臺北市政府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喔 蔣公子 你是氏族 你不要每次都變公親 這個事情 當然地方政府 一定要第一時間負起責任 那中央要趕快來支援他 這個也是事實 因為你這個已經超乎 地方政府可以處理的能力 那第二階段才是趕快 地方跟中央要來合作 尤其像這種米酵菌酸 臺灣是首例 那首例以前為什麼 表示說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通通通沒有 是沒有發生過 從來沒發生過 那這是怎麼會發生 而且來率又急又猛 對好 那境外一路的不大可能 因為他不可能存活那麼久 那唯一看起來比較有可能 客觀來講就是他食物或食材的保存方式 或發酵產生的問題 那檢方有示威有介入 他把那廚師請去以後 後來又無保請回 表示說初步看起來是排除人為下毒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就是食物或食材的保存發酵方式出了問題 那趕快去找出真正的原因 所以我想這個時候 國民黨不必刻意去保護蔣公子 你這發生你責任怎麼撇 趕快去趕快去了解到他現況 這家店他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樣來產生這些食材 怎麼上客人桌子 那這中間你的食材 是不是有經過什麼樣的 哪些處理程序 是有發酵呢 還是你處長出了問題 外來講三月真的這個過程 多時之秋 兩度復行政院會 一個是凱凱案的那個 然後包括這些 所以這個對講外來講的話 是真的這個政治危機 他處理的妥事嗎 到目前為止 食安風暴 當然現在就說 到底要損害控管 還是有持續擴大當中 到目前為止 剛剛大家講了嘛 就隔夜飯也不能吃 那現在什麼能吃 就是說這個事情 當然食安不是不分藍綠 大家吃飯在外 外食者那麼多 那現在臺北市政務 昨天我約談保齡 就是說昨天了解之後 現在當然是兩人死亡 那五人在交病房 這案情到底是損害控管 到這裡還是會持續擴大 昨天臺北市約了保齡的負責人 之後才知道總共那那陣子 三月十七到二十五去用餐 是九十一筆單 九十一筆單 是九十一個人 他有可能是一個人去吃 有可能兩個人去吃 有可能全家去吃 有 所以會不會擴大 不曉得 所以剛剛創下講得很好 他畢竟是理工男 查明真相嘛 你病毒哪裡來的 是貨啊 還是機能 還哪裡來 查清楚 環境怎麼產生的嘛 對那個毒 所以事實上 就是說 包括王必勝第一時間 也講說 這是非典型病毒 比較不容易界定 台灣沒有啊 過去沒有啊 那包括通報的時間 誰講得準 衛部部長衰瑞元 講說老子講 臺北市沒有比較慢啊 好講到這裡 感覺中央沒有在推責任哦 可是開始民進黨 有一些政治人後就開始啊 俊仙委員稍微還有點良心啊 他畢竟只是小李飛刀而已 可是王必勝不是哦 王必勝現在免你爭 他現在變成必勝大刀 必勝飛刀 哦他說臺北市說 不要苛責臺北市 然後現在通報時間哦 一下子 包括第一次講說 臺北市二十六號才通報啦 結果昨天在行政院會講說 二十四號就通報了 然後臺北市的衛生局長也講啊 二十四號上午 接獲新北市通報之後 就到店裡面去機查生物機證 然後也通報中央的PMDS 這我不曉得是什麼啦 叫中文叫產品通路管理資訊嘛 因為薛瑞元是部長在立法院達群 講說臺北市二十四號就通報了 那你現在王必勝來堅持二十二十六號下午才接到通報 通報時間可以校正回歸哦 所以你王必勝是怎樣 你必勝是必勝是變成說你必勝免你長征 你就是要修理蔣花安嗎 一方面講說不要苛責臺北市的相關的工作人員 你講說工作人員不包含蔣花安嗎 這件事情真的不要去政治操作啦 誰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不在發國難財嗎 到底有沒有良心啊 現在老長現在的減緩大家的恐慌 到底第一個損害控管是這樣子 現在包括連檢調都介入偵辦 好現在大概各方的說法可以排除 有沒有可能人為下毒 好像各方的說法稍微可以排除 可是到底是你過得到出來 還是從哪個地方出來的 是不是到底是有沒有人為因素 你現在好像扎一個稻草人來打就來打蔣灣 我就這樣不好啦 所以所以是這樣的 包括日本的媒體人的石板 石板名譽也講啊 藍綠這樣罵過來中央推給地方 第二洋也推給中央 這樣好嗎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啦 有一些當然我知道啦 選舉要到了有一些人 要選縣市首長要累積聲量 然後就出來批判 還有九百天 選舉還有九百天 對啊太早了吧 你現在打蔣萬安 包括吳思瑤 吳思瑤委員這不好啦 你覺得吳思瑤是因為 是因為二零二六嗎 你出來批判說蔣萬安 聲聲慢啊 通報慢N派啊 到底N是幾拍N是半拍 一拍怎麼樣嗎 至少像俊憲這樣子吧 俊憲雖然也要選台南市長 可是他至少沒有炮火 對準講話 他至少說查明真相 給民眾一個舒緩 至少給民眾一個交代吧 平反那個恐慌的心理 而不是說 現在就在政治操作 現在是要查明真相的時候 而不是政治操作的時候 所以俊憲雖然是小禮被刀 可是我認為比至少比 王必勝的必勝大刀好多了 再加速 再加速